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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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EMPS的休仔功课 好了 今晚开播了 欧洲国家杯2024 揭霍战 德国东道主对着苏格兰 开播 聊一场之前 先讲讲小弟初步的看法 由于今届的赛事 参赛球队有24队 在分组赛里面 出线16强 24队出16队 所以我预计很多球队打法 是会比较倾向保守一些的 有时会和着来踢 因为可以争取最佳第三名 所以这方面要特别留意 也挺容易出线 对强队来说 所以去到分组赛的最后一轮的赛事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阵容的变化 会不会被复选 战意是怎样的摆重 大家值得留意 先讲讲德国队对苏格兰 德国队之前说过 在友谊赛 看到他对乌克兰 让我感觉 随着德格方面的史特加和尼华 这两间球会的球队打得好 令到有不少比较较新的面孔 在国家队 让我感觉是挺耳目一新的 我估计德国队的目标 我估计德国队的目标 在主场之力的情况之下 可以去到四强 可不可以进入决赛就要看看 环顾今届的赛事 其实也挺云巡 除了法国和英格兰感觉是比较热门 另外还提到德国 其他都是很接近的赛事 真的要老脱点说他看临场的表现 说回这一场球 德国队对苏格兰 德国队主场排面上一定是高的 全世界都看好德国队的 压力一定有 但是德国队在德国那边 一向以来给我们感觉 心理质素很好 当地的球迷、球队的心理质素 的氛围很好 所以压力不会影响到德国队 这次的表现 反而我会觉得是一个动力 至于苏格兰 我个人估计实力就有限 大家比较熟悉一点的球员 就是曼联的麦湯文尼 这场球作下 对着东道主要德国队 总要的揭幕战 苏格兰一定会比较保守一点 事实上 这些球队应该都大体上 会怎么变的? 打整体、稳守等机会 这些机会是想来自一些高球 死球 外奸一面倒看好 德国队能够赢苏格兰 我觉得也是 但在攻防战的情况下 不能忽略苏格兰 领球队的打法和斗志 未必能够这么轻松 能够大胜 我最后预测这一场揭幕战 德国对着苏格兰 最终的赛果会是1比0和2比0 希望今晚大家看一场好球 继续欣赏揭开今届 欧洲国家杯之旅的精彩赛事 大家继续贴着我们 支持我们安博体育传媒 下次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